起初 朱伯十二岁时就能背诵诗经书经 经常拜望马园之兄马邝 言辞温文尔雅 当时马园才开始读书 看到朱伯他自况不如若有所失 马邝绝出了马园的心情 就亲自针灸安慰他说 朱伯是小气早成 聪明才智尽此而已 他最终将从学于你 不要怕他 朱伯还不到十二岁 又扶风便适用他代理魏城县载 而等到马园做了将军并封侯的时候 朱伯的官位还不过是个县令 马园后来虽然身居显贵 仍然常常以救恩照顾朱伯 但又鄙视和怠慢他 而朱伯本人的态度却愈发亲近 极致马园受到诬陷 唯有朱伯能够最终保持忠诚不渝 业者南洋人宗军任马园大军的监军 马园去世后 官兵因瘟疫而死的已超过半数 蛮军也是饥困交迫 于是宗军同将领们商议说 我们如今道路遥远 官兵染急 不可以再作战了 我打算全且代表皇上发布命令 招降敌人怎么样 将领们全都扶在地上 不敢应声 宗军说 忠臣远在境外 若有保护国家安全之策 可以专断专行 于是甲传赵旨 调福伯司马律种 代理阮陵县长 命他带着赵书进入敌营 宣告朝廷的恩德和信义 而自己率军尾随其后 蛮人十分震苦 冬季十月 他们一道杀死首领投降 于是宗军进入蛮贼大营 潜散兵重 命他们各回本郡 又委任了地方官吏 然后办事 蛮人之乱 于是平定 宗军还没到京城 先自我弹劾 假传赵旨之罪 光武帝 嘉奖他的功绩 派人出营 赏赐金箔 命他经过家乡时 祭扫祖坟 同年 辽西郡乌环部落大人 郝诞等 率领部中归赴汉朝 光武帝下诏 将乌环各级首领 封为侯 王 军长 共计八十一人 让他们移居塞内 分布在沿边各郡 并命令他们招揽本族之人 由官府供给衣服饭食 于是 这些人便成为汉朝边疆的警少 协助击讨匈奴和先辈 其实 司徒院班彪尚书说 乌环人天性 轻薄脚霞 喜作强盗 如果长久放纵 而无人统领 必将再度劫掠 汉朝居民 执委派主持 受降的低级官吏 恐怕不能控制他们 我认为 应当再度设置 互乌环校尉 这必将有益于 招抚外族 减少国家的 边疆忧患 光武帝 听从了他的建议 于是在上古宁城 重新设置 互乌环校尉 建立大营和官府 负责对鲜卑的赏赐 接送人质 和每年四季的 双边贸易等业务 二十六年 更须 公元五十年 正月 光武帝下诏 增加百官的俸禄 千代以上的官吏 低于西汉旧制 六百代以上的官吏 高于西汉旧制 开始 新建皇陵 光武帝说 古代帝王的隋葬之物 全都是 陶人 瓦器 木制之车 毛边之马 是后世的人 不知道陵墓所在 文帝 明了生死的真意 景帝 能够遵从孝道 所以 经历了天下大乱的变故之后 霸凌 唯独有幸保全 这岂不是美事吗 现在设计的陵墓 占地不过两三寝 不起山林 不羞耻 只令 不积水而已 使陵墓 在改朝换代之后 能与秋拢泥土 成为一体 汪武帝下诏 派中郎将断斌 副校尉王玉 出使南兄奴 为南兄奴建立王庭 据五元西部塞八十里 汉朝使者命令 禅于伏地跪拜 接受诏书 禅于犹豫片刻 于是伏地自称陈属 跪拜完毕后 他命翻译告诉汉朝使者说 禅于新进即位 在左右秦臣面前跪拜 实在是羞残 希望使者不要在大庭广众中 使禅于曲结 汪武帝下诏 听任南禅于 进入云中郡居住 汉朝从此设置 使匈奴中郎将 领军护卫 下季 南禅于所俘虏的 北匈奴左贤王 带领旧部 及南匈奴的五位古都侯 共计三万多人 叛遍北陶 在距北匈奴 王情三百余里处 自立为禅于 一个多月后 发生了内讧 每天互相供给 五位古都侯全部死去 左贤王自杀 五位古都侯的儿子们 各自用兵独立 秋季 南禅于派遣儿子 到汉朝做人质 光武帝下诏 赐给南禅于 官帽 腰带 印洗 车马 金箔 武器 及日用品 又从河东郡 调粮两万五千虎 牛羊三万六千头 供给南匈奴 命令中郎将率领 免刑囚徒五十人 跟随南禅于 参与处理诉讼案件 并刺察动静 到了年底 南禅于便派使者 承送奏书 护送做新人质的王子 到汉朝 汉朝则派业者 将上一次充当人质的王子 送回禅于王庭 赐予禅于和王后 左右贤王级以下官员 彩色丝绸一万匹 每年如此 成为常例 于是 云中 武园 瑟芳 北地 定乡 燕门 上古 戴等八郡的流亡居民 回到本土 汉朝派出业者 分别带领 免刑囚徒 修补整治城墙 并遣送内迁中原的 边疆居民 回到各县 对反规的人 全部赐给 制装费 调粮供应 此时 研编成锅 已成废墟 需要清除瓦砾 重新建设 于是 光武帝 对先前的 洗民之举 感到后悔